我們看到賴清德出了這新書 這書裡面倒是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照爆料說蔡英文曾承諾他 會處理陳水扁特色的問題 賴清德還說 如果他獲得提名的話 他會讓小英總統不會跛腳 這究竟賴清德在賣的是什麼藥 這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小英打贏他是什麼時間點 是他去當行政院長前 還是行政院長後 現在說涉扁 他說蔡英總統答應 他要處理後面特色的事情 你聽到嗎 我現在有帶言 他在前面說的 有帶言 有承諾他 但是我要了解就是說 我相信電視庭後面台 也想要了解 他是去做的進行 還是做了後 這有差別 因為民進黨黨代表大會 在2017年9月份 你會記得嗎 開國時86% 86% 連署要赦免阿伯 對不對 對 結果新聞民進行報道尿噸 化解了小英總統尷尬的處境 這是民進行說尿噸 當然當中說無聲音尿噸 無聲音又會出雞 不過在86%高共識的情況之下 結果那個議案沒有處理 所以我要請到懷疑頂 應該時間點要說出來 是這個東代表大會承諾 還是東代表大會後面 如果東代表大會前面給你承諾 那天沒處理 這樣小英不接拚才行 你知道意思嗎 那是遜後 遜後你再做行政議長 你也可以把小英總統建議 你也可以拋出議題 你也可以拜託立委來提起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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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個冷靈 所以說這是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追溯前面第一個問題 到底小英總統是拜託賴院長 來做行政議長 還是行政議長賴院長說 我敏為其然來幫忙 這差很多 沒有 拜託 這是給他託 對 免為其然的意思 免為其然比較好聽 是我們拜託他免為其然 同意思 兩位民進黨最關鍵的領袖 到底什麼人說白癡 這都有影響來選舉 因為怎麼說 如果這個事情不釐清 不管是誰初選勝出 另外一個 如果要再跟你對抗話說 拿出證據 或許有錄音檔 或許有第三者在 國民黨就給你勸 國民黨說你 這對民進黨是大胸 我現在說一個 說一個題外話 就請求朱立倫 民調會下降這麼多 我早料到了 你做八黨的身法指定 你眼中心裡有韓國瑜這個人嗎 沒有吧 韓國瑜在做中和市副市長的時候 你在做 做 你做導演 你有重要嗎 沒有 你也沒有這個人 韓國瑜在賣菜 賣到用電 要拚 拚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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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拜託說 當來的同志 收聽嗎 沒有 人民進黨既就 吳英靈 當中常會開會 決議我們要挺吳英靈 民進黨全黨上下挺吳英靈 你朱立倫有天人嗎 結果現在韓國瑜選到 他當初要去的時候 他不可能選 他不可能選到一個月就要選總統 不可能的事 肉麻當有趣 拍拍肩膀 忘了旁邊有一個跟他好幾人的李四川 李四川 李四川 李四川情何以堪 所以當韓粉知道 對 他16年來 十幾年 韓國瑜在陰暗處的時候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大太陽們 你們的余光何時照過 黑暗中的韓國瑜 所以韓粉就覺得原來 朱立倫是這麼現實 原來是這麼假 所以大家現在民調 都撿韓國瑜去 所以他主演他就撿 這是他見面那一天我就講的話 我說今天這次撿這個下去了 真的 撿這個下去了 所以說政治人物還是要誠實 面對過去的歷史 你講過的話 做過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說 小英總統在越來越前說的那個話 這時候韓國瑜在做 韓國瑜在做 如果來還要 還要 羅青町 羅青町是堅定的台獨 務實工作者 不一樣 他對頭到尾 他還有堅持的環境 但是我相信 電視前的好朋友最要了解 就是小英總統跟賴院長是誰 誰說謊 說謊 說謊的人不要再算 這樣就好 當然好 不要再拚到你試試看 不然火點下去 後面一定會 很多人出來做情 因為這次地圖已經在醞釀了 我就剛剛說 桃園就很多人看 看民進黨這些高層的嘴臉 馬上出來挺小英 說不能破壞團結 結果自己壓迫說 我們要團結挺小英 這麼矛盾 你說不要選邊站來破壞團結 結果你們又 你要說代民文對不對 我不會記什麼名字 代民文 跟你說出來 民文整頂就對了 民文 我兄弟 你要援受人 結果沒有 我也沒所援受 好 對 結果整個人也是站在一起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選最好的人出來 讓他們正面下去 讓全民下去決定 這樣對台灣人民真是有福氣 不然你們都說 我自己用車的車的出來 我們這樣就要接受 對 國慶這麼一講 有話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賴清德逼公蔡英文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英系的人馬 他們要把黨內出選 延後到那七月份 而蔡英文他現在這個時候 過境下位的時候 他升高層級 要讓美國人變成是認證 他是正統的2020候選人 以現在來看 蔡萊之間 你一拳我一拳這樣隔空交火之下 到了最後一定會有一個人出來 但是能夠使得整個民進黨內 回歸到團結嗎 剛剛我們聽到很多 蔡英文跟賴清德之間的事情 我必須這樣子講 我不是在幫賴清德 就是說賴清德要組閣前夕 他在六月的時候 他有一個參會 本來賴清德自己他要出來主持的 結果那天被蔡英文叫到台北 那叫到台北的確林泉有兩次跟他講 但是就我所知 那講話的語氣不太友善 那這個話就是說到了最後 不是台獨四大佬見那個蔡英文 蔡英文說我到底錯在哪裡 對不對 OK 好 蔡英文下面還有一句話 我到底錯在哪裡 一切都是賴清德的錯 這些李遠哲 吳李培 他們可以作證 四位台獨大佬見蔡英文的時候 從這一句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們這些獨派的 逼著林泉下台 逼著林泉下台 然後叫我用那個賴清德 不管是不是賴清德求官 或者是說他任命賴清德 還是賴清德求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林泉下台這件事 對蔡英文刺激很大 所以他才會當著李遠哲的面前講 好 我到底錯在哪裡 一切的錯都是賴清德 那這一句話就是 已經非常非常的怨恨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民進黨如果蔡英文 真有自信要擊敗賴清德的話 他可能延期嗎 依照小英的個性 他是不會延期的 所以小英現在就是操作誠信的問題 剛剛國慶雄講到桃園 我這裡還有那個什麼中南部的 他們跟我怎麼講 他們是支持賴清德 底層都支持賴清德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龍介先那一次去選的時候 蔡英文都是蜻蜓點水 然後去看扁媽 他們認為都是假的 不像賴清德 有目的性的去看扁媽 對 他說不像賴清德 從早上五點半一直弄到晚上十點 所以我現在就慢慢發現 這個北流的這些人 就好像比較支持小英 但是南流基層的全部都支持賴清德 況且就我所知 這個民調比一般人做的差別還要大 換句話說 你小英的民調差賴清德是在兩位數 兩位數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英系他為什麼要講團結 講團結才能勸退賴清德 但是就我所知 現在五人小組 那你說柯建民能夠影響賴清德嗎 影響不了 賴清德 不行 卓榮泰是他秘書長 可以嗎 不行 羅文家 可能嗎 沒辦法 備份差得太多 然後蘇貞昌 可能嗎 沒辦法 通通不可能 通通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我知道賴院長他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他說當年 當年大家也要協調 這個蘇貞昌跟小英 小英講了一句話 我贏你一趴 我民調就是比你高 逼退 因為他們先後兩次 先後兩次 一個是新北市長 台北市長的選舉 一個是蘇貞昌跟蔡英文 爭2012的時候 好 甚至於2016的時候 好 蔡英文他告訴蘇貞昌 我民調比你高 他說我當然代表民進黨 那可不可以說 賴清德說我民調比你高 我可以代表民進黨 所以我一再講 民進黨是一個狼性的政黨 那更重要的 民進黨絕對沒有大佬 只有老大 只有老大才有這個權利 這也就是說這個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